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涉嫌泄密等罪被提起公诉后不久所发表的 两位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别在不同场合力挺习近平反腐 并且不点迷地指责老一代不能添乱 分析人士指出 这反映出习近平反腐在党内正遭遇到部分元老祖籍 美国官员指出大陆加快脚步 在具战略价值海域填海造地 已加大在南海争议海域的领土深锁力度 如今面积已达2000英亩 其中有75%是在过去5个月所建造 新台尔泰电视整理报道